十大元帅是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 那么在建国后 十大元帅都担任过什么职务 谁的地位最高呢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第一位是朱德 新中国成立时 朱德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司令 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此外还担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9月 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此后又在1959年到1975年 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第二位是彭德怀 新中国成立时 彭德怀担任解放军副总司令 并当选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抗美援朝开始后 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从朝鲜战场归来后 彭德怀还担任过副总理 国防部长等职 第三位是林彪 新中国成立时 林彪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 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中南军区司令 中南局第一书记 后来当选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起又担任副总理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庐山会议后 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 后来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四位是刘伯成 新中国成立时 刘伯成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后来去南京组建高等军事学院 担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起 刘伯成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第五位是贺龙 新中国成立时 贺龙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西南军区司令 1954年调到中央后 担任过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第六位是陈毅 新中国成立时 陈毅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 华东军区司令 上海市长等职 后来又担任过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8年起 陈毅成为外交部长 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七位是罗荣环 建国初期 罗荣环担任第四野战军政委 华中局第二书记 华中军区第一政委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54年起 龙荣环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总政治部主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第八位是徐向前 新中国成立时 徐向前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4年起 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后来还担任过副总理 国防部长 第九位是聂荣真 建国初期 聂荣真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戴总参谋长 1954年 聂荣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两年后又担任副总理 第十位是叶剑英 新中国成立时 叶剑英正在领导解放广东的战役 随后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兼广州市市长 还担任中南局代书记 华南军区司令 中南军区代司令等职 后来叶剑英进京担任过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秘书长 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 全国人大委员长等职 明镜尔 中央军 身任